有人說想問3-0落孕系列狂戰時後 還會不會出現 有沒有消息可以透露一下 你買了就知道了 你買了 有數就繼續了 我不知了 其實帶一個計劃應該是想繼續的 好 這個主理 不是你主理 沒有所謂 是 留一隻給我 是你的 一定沒長到一句 好 開始了 玩具TV第十三季第六集 不知第幾集 應該不是第六集就第七集了 這次剛才玩完一些成人小向的玩具 因為本身是永仔毛那些是年紀大一點玩的 所以都是成人小向 現在回到來 我們好像未介紹過模型 這個很難得 即是兩年多十三季未執 這個就已經難得了 另外十三季這麼多集都沒有說過模型 即是難得上的難得 即是超級模型 即是超級模型 也是 可以 那些我當是食玩 你正常有粒東西 即是有粒香口膠給你過 這次正正經經真是模型 竟然不是高達 這次介紹的是 Ultraman Shoot Figurized Standard Tiger 1比12 誰是帶上來的 好 交給你了 我想拍一拍Box Art 清水老子 即是清水 如果喜歡看清水榮一 和下口老師的 Ultraman 即是買Box Art 都值得 是的 因為本身其實真的完全用回他們的作品 你的那種感覺才是花光了 不過你網上可以下載這張高清版 現在上網 它是用官網那裏嗎 不知道 我在上網打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盒的封面 給高清 我會把圖片傳給你 我想可能有人 自己掃描了 好 我把圖片傳給你 我把圖片傳給你 好 好 很認真 因為我很喜歡他們的作品 我自己也非常喜歡 但很棒 其實它這一套的Ultraman 它只是現在好像在Hotman Hobby Japan 本書上有連載故事 一期一期地講故事 它就是一個比較回憶的世界觀 總之它 例如迪家 我不知道接下來的那幾款會不會 Octega 其實大家如果有留意 它接下來會有一隻手遊 手遊裏面有很多款 例如有迪家 有蒂娜 有佳亞 有ZERO 有Hikari 然後有MAX 阿古魯什麼都齊大 它全部都是由清水老師的設計 當然很有趣 這個遊戲裏面 不是每一隻都是清水老師 有些是應該是仿清水老師的設計 但也很精彩 都很漂亮 很漂亮 我會覺得很像 我看到那個大隻佳亞 很毒 它那個大隻佳亞 是 strong form 但其實它只是它穿了甲上的 可以拆出來 很棒 真正 我們可以說這件事 其實我自己第一次組成Figurized 因為它之前一直都是出動漫角色 那我就覺得動漫角色 我可以買Figma 可以買Asic Draft 我就不用去組成模型 但是呢 出到Ultraman 我自己也挺喜歡的 你看到那些Asic Draft也有買 然後呢 就看到這隻 你沒有選擇了 沒有人出 你唯有買這個 那我第一次去組成 我就覺得很有趣 它整隻產品呢 你會看到銀色是全部上色 對 好像成品 而它的銀色的上色 它雖然是用一些比較偏白的銀色 但我會覺得也不錯 它其實要貼貼紙的地方 不算非常多 大部分它分析都有做到很多 它組成起來其實很爽的 很容易組成的 包括頭部 其實可能只有15件件 總之你 我想小朋友都很快組成的 那你可能看一本說明書 你說幾個小時的 我按錯了 我按錯了 不好意思 我經常按錯了 OK 本說明書呢 其實只有這裡是組成的東西 你想想 手那些全部都一格就組成了 身體 一格就組成了 左手右手 所以其實它很容易組成的 我覺得這裡有多好 還有呢 它很有趣的 它有跟著一個Stand 我沒有組成那個Stand 但是 我組成了 你組成了嗎 是的 我先來組一個Stand 就在一個盒子裡整個Stand 嘩 有一個Stand 很漂亮 對 這麼有誠意的 現在組成 當然它收你三百多元 我覺得都挺貴的 以這麼小的模型來說 但是 我覺得它的Stand很棒 另外呢 它除了這個版本 除了有噴色之類之外 它有著燈 是 我都覺得很有趣 因為以往呢 我們一般組成高達模型 這些燈 這套件 另外 你自己出去配出去買的 那它不是的 這隻是跟著你的 所以就是三百多元 是的 可能這套東西已經收了一塊錢了 甚至乎它裡面有program 它會轉色的 轉色的 是 按一下就正常色 按第二下就是這個燈 按第三下 即是你現在這隻可以著燈的嗎 是的 一會兒 OK 那 或者我也補充一下 其實 它整個系列 除了本身已經上色之外 你可以看到本身的紅色和紫色 是有cross coating的 是的 它的紫色是做了一個拋光面 你會看到這些位置 是不色亮的 所以某色度上 其實你不上色 都已經有一個很好的效果 衹滿回它 其實我很少組搭梅 我也早前組了一隻 Type B的 limiter release Version 我歡迎大家身 Ă線 效果真的非常之好 這個是用一點 Здamento 深啡色或者一些些 whey 一點少少 這怎麼長一些 或是矽已去替 … 例えば其實錢色我 Towar 用灰色線滲 asi看它是深紅色 我們用黑色線滲 其實效果已經出來了 我們就不斷看看可動 有些師兄說比例不錯 其實我也覺得OK 不過他不知道為什麼這個系列 永遠都是腰圍怪怪的 我們待會再說 他這個跟同學進步了 你看看他怎樣進步 真的很搞笑 頭可動其實我覺得OK 頭這些動頭 頭頸都可以動 頭 其實他動得都算不錯 是鱷頭差一點 其實Altriment幾款鱷頭也差一點 因為他後面通常是背部不高的 就要做一些特別處理 但是這個尺寸來說 我想我也收貨了 手 其實手大概弄得鬆一點 但是水平轉很漂亮 我見有些師兄說他組模型 這個手不緊 但我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他裡面有一個扣線 你要很用力 因為他很短的行程 所以你要很用力 按下去 你會聽到發一聲 他的手就會扣穩 另外 他的肩膀是可動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 最奇怪的是什麼呢 他的肩膀 其實在頂上 有一個扣子 讓你扣進去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要拔出來才能看到 他這個有一個扣子 讓你扣進去 但是他這件件 就是偷雞 他懶一件過出帽 這個就有一個長方形的洞 直接看到裡面的支柱 是 但是他很划算 他給你一張紙 給你一張紙 把那個洞 很尷尬 這個很尷尬 但是我會覺得 其實他可以分一件件 我覺得整隻最美中不足 就是頂上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個洞 這個洞就很尷尬 沒有理由 對 真的沒有理由 其實他整體一體性不錯 不過是唯一搶肩膊 這個部分 你會看到很明顯看到 那條紙 穿崩 是的 他的穿崩也挺厲害的 就是你會看到他穿得挺厲害 看到 但是他的肩膊 就是肩膊的肩膊 就令到他的可動也不錯 是 甚至乎他 可以向前拉 方便他做這個死光的動作 是的 是OK的 我覺得他的可動是相當不錯 但是唯一是腰部很尷尬 腰部很尷尬 我這個是動過的 等等 他正常的腰部是前面這個位置沒有套進去 但是很有趣 他的腰部 可能因為他裡面有電子電 他向後咬 是有這麼多的 大概是這樣 因為他的結構不太穩定 但他前面會穿過大鼓洞 然後 他這個部分也會有些拉伸的 這個部分是會在裡面有些件拉出來的 但是很有趣 他向前轉的話 在上面就會有些拉伸 但其實你不太覺得他轉了 然後另一半是 腹部向前轉 你要首先把這個位置 因為這個位置有一個尖 你要把它按進去 然後再轉 但是這樣就叫做轉了 其實他不太有可動 我已經咬了腰部了 沒錯 那我就覺得他跟舊的不動腰部來說 不算是很大進步 看不到腹部 但是你基本上看不到腹部 看不到腹部 但是他以往那隻 其實基本上不能動腹部 這個你也有少少選擇的餘地 我也覺得也算是進步 因為一會兒讓你看一下 他裡面的燈件很大 所以我想他是為了避免的 其實是沒得選擇的 因為本身燈的組件 尺寸就差不多了 而你身上的可以裝的燈件 就在這裡 是啊 所以其實你本身這隻Tiger 他這一個位置 和這一個位置 已經由零可動 變成一可動 都很厲害了 其實我已經很感動了 真的 然後腰部的水平轉 就是靠下半部 不過它是模型 其實我覺得它很脆弱 是 然後它有一個很有趣的 這兩件甲是很鬆的 生口的 它就這樣裝進去裡面 它也不能動 它要特意抽一段出來 它就會拼拼拼拼拼 但我發覺這東西沒有用 然後呢 這些大腿的水平轉 你會看到 它這個關節好像很奇怪 但是它又挺好扭 你可以抬腳 這個關節你會看到整個破開了 我還沒砌過 我就覺得 一直在玩 我覺得很有趣 為什麼它做法是這樣的 這個關節真的沒有 是模型布 和成品布的鬥爭之下的模仿品 其實很微妙的 然後呢 例如你抬了腳 我其實挺好玩的 你不要太介意它 然後屈膝蓋 我覺得都OK 很漂亮 屈膝蓋是漂亮的 對 這些位置也很漂亮 沒有穿大咕嚕 那屈膝蓋 這個本身有一個波頭 它可以不斷動 可以遷就回那屈膝蓋 可能上上下下 這些可以動一下 那我都OK 就是砌完 我發現300元買盒模型 它砌完後 鬆緊度 有多好玩 上色有多漂亮 不過腳這些 全部要自己貼 很難貼 這個貼到法文症 這麼誇張 因為它要不斷咬 它是一幅過的 是的 它是一幅過橫跨到另一邊 這個是有好考技巧的 要咬上咬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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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個位置要折起來 那就給了一些技巧 很多話 然後呢 腳�� إلى上咬下這裡 腳掌上咬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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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上咬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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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覺得很搞笑 但是它是讓你這樣用的 貼地勝入反而沒什麼特別的幫助 它是讓你碰腳尖用的 對其他東西來說它是沒什麼幫助的 前掌不能動 其實它主要是讓你碰腳尖 很搞笑 很恐怖 整體是這樣 我們可以穿個燈 這個盾牌後面有個扣子 可以把它拉下來 它一般是連這件件一起裝 整個換 它可以換回沒有洞 這個我不擦了 我想問胸口那兩條金色是貼紙還是貼紙 讓我試一下拔 其實這個很難拔 順便催一催 因為它這次跟Youtalaman suit比 它是上下拔開的 就不是說先把頭件拔開 然後塗個背隔 它的燈就是這樣的 胸口開了 它的藍色很光 我想是因為這麼光所以很耗電 還有眼睛亮燈 頭這顆都是亮燈的 但是它有個貼紙是銀色的 讓你貼上頭的 對 我不知道它的用意 其實這個是不是不應該穿光 反射上去銀色那裡 令它的頭可以出現 有可能是 但是它有一點尷尬 因為它的光很強 你會看到它的頸子有些 爆光 你也好 我那隻真的燈光不夠三分鐘 我未拍第二張照片 這麼快 所以我們只有一張照片 你應該嘗試買更漂亮的電 應該是電的問題 除了藍色之外 它是很驚喜的 它是有紅色的 但它還有漸變的 你看到它變的東西很漂亮 再來一次 它是慢慢變的 那我就不知為何要這樣 其實直接變也可以 不過我就很細心 我自己挺喜歡的 不是 三目幾歲 對 按住它 它就會關燈 我想說說 因為鏡頭的關係 你會看到那個燈 變得好像黃白色 但其實我們在現場看 是鮮紅色的眼燈 是紅的 像別人拜神的燈那樣紅 但鏡頭就出不到那個顏色 那些是乳豬眼的 對 這個很可惜 鏡頭出不到那個紅色 我們看回顏色 那呢 我先放進去 那接下來 其實出完這個Tiger甲之外 亦都會有EVO Tiger 而除了EVO Tiger之外 亦都有我自己最喜歡的ZERO Armour 嘩 真是受不了 當然 另外如果大家都是這個可動向的話 亦都會有一個沒有燈著 沒有Coating 要全部自己油的版本 但是可動性就會飛躍性地提高 這樣嗎 沒錯 所以變成 你喜歡自己弄 多些花繩自己油的可動性 重要的 絕對沒有問題 等下吧 就出的了 如果喜歡齋巴 又不想弄太多東西 又想要發動上下 要求的話 之前的系列絕對是關過你的 其實它很溫馨 它還有這些死光的效果 不過它那個奶白色 我就覺得有少少尷尬 因為它是藍藍的 對 以往很多都是黃色或者紅色 撞了一些其他顏色 但是它這個就是整個 逐漬的奶白色 你就變成了 在光下面你不太能看到細緻 因為它本身太軸了 有點尷尬 而且它的盾是可以插上一把光劍的 對 它的盾可以插上一把光劍 但是我自己覺得 對於它的比例來說太長了 例如 它用了一把劍之後 它伸不直 伸不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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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還有跟對放鬆的手 但是很尷尬 它的手背甲 是要共用它本身自己用的 你每次換手 就要拔一個 反過來用 這個反而相對性 這個Ultraman Suit 做得比較好 因為它真的 五、六隻手 全部都有不同的臂甲 給你 所以變成這裡 我不知道是 本身的件限制 還是怎樣 因為它 腰的件 分件 是複雜 比Ultraman Suit 所以變成未必有其他空間 可以再加多兩百件 但怎樣都好 三百多元 砌出來 某程度上 不用花時間 去游 去收拾的話 我覺得是絕對值得的 重點是 你都沒有選擇 這款都沒有其他選擇 你唯有站在這裡 只可以買它 和沒有 那你就只可以買它 所以我都是因為沒有選擇 所以才會買的 因為之前本身的Ultraman Suit SHF 真的不太好 所以變成 你組裝了一隻 我覺得有一個高質的 起碼 對 因為我很喜歡它之前的 刀三角身形的比例 而且它整體的一體性更好 但是 它最差的是 它的顏色和頭不夠美 是 那 這款是OK的 顏色比那個 但是 玩起來 經常都有一種 很牙眼 它不是玩具 就是 SHF 你真的玩上手 無論是關節也好 那種安全性也好 就絕對比模型好 它畢竟是讀過很多東西 才做給你的 連大媽都砌得這麼英俊 不用擔心 沒錯 那模型就攻守向 我覺得都OK 不過手尾有點棍 如果兩百元左右 就不用擔心 劈價例外 但是三百多元 我又覺得是合理的 街上也很難買 這款 可能本身Tiger 受歡迎程度高 對 所以變成下一隻EVO Tiger 一出席賣 我都未等了 好 玩著 今天很豐富 很多東西 稍後再回來 阿迪 是否到你 我要小時間 你可以說 賣錢 好 擁有 好 好 有 有 有 是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